语法说完了之后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绘画内容 那么今天绘画内容大家可能想到它的主题应该是表示建议啊 尤其在工作当中这种建议方式还是不要给别人留驾驭 你非常强势啊强加于人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 好 首先看小王的这个法话 前日の話では近世は特に若者に人気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 我们曾经在第四课已经学过啊 跟誰誰の話では是听说什么什么啊 而且是过去听说 就是据您前几天说呀 金星是特别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吧 好 这个左课的话 その通りです その通りです是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それで考えたんですが 那就因此我考虑了一下啊 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考虑了 中国でも近世のキャンペンのターゲットは 都市部に住む若者にしぼっ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大家注意在这里 虽然没有卡 但是我给你读这个疑问的表達 现在给你读声调了啊 说在中国啊 我们今天项目宣传的这个对象啊 也是集中在住在城里的这个年轻人 怎么样如何呢 那么就是啊 我有这样一个建议和想法 但我并不用直接的说 我就是这样建议和想法 而问你说这样如何呢 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好 那么看左课的回答 うん それは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这个かもしれません是50% 那也许不错啊 因为并没有听到详细的计划 好 看 さらにキャンペーンではCM ホームページイベントの三つに力を入れたいと思います たいと思います表示愿望 那么力を入れる是治理 我想治理于什么 在宣传活动治理于广告和主页 以及这个活动这三个方面 好 接下来我说 ホームページイベントとホームページはわかりますか イベントというのはどんなものですか ホー表示惊讶 说这个广告和主页我是明白的 那么这个活动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当大家不太清楚的时候 可以用と言うのは做出询问 这个是我们在本测书第一课 曾经给大家介绍的语法内容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と 近世主演会などを考えています 他考虑了两个主题 第一个是新创中国菜大赛 第二个是金星的市饮会 イベントはホテル レストランなどで行います 这个活动啊 将在宾馆和餐馆等地方举行 詳しい内容については 企画書をご覧ください 其实这句话很关键 我们大家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用到 就是关于详细的内容 请你参加策划書 何々をご覧ください 是尊他教育的表述形式 好 接着補充 それからホームページの件ですが 近世のふるさとを探るという コーナーを設けて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それからホームページの件ですが 近世のふるさとを探るという コーナーを設けて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再次出现了 建议的表达形式 で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也是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可惜 比较委婉的说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 说ホームページの件ですが 就是关于主页的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注意 件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工作当中什么时候 一般用件来表示 那么设立这样的 像探寻精心故乡 这样的一个专栏 怎么样如何呢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的 好 近世のふるさとを探るですか 那么说探寻精心的故乡 はい 商品のPRだけじゃなくて 日本の文化を紹介するコーナーを 作っ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どう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说说 と考えています 肯定是我在思考的内容 它为什么总要加这样的 表达形式 何で何で考えています 其实就是使自己的意见 主观化 那么避免给别人 以下决断的表达形式 就是避免给别人以下决断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这一点在日语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だけじゃなくて 其实是指不指不及 这个根据初期的内容 我们也能够带大家总结出来 说不仅是商品的宣传 那么我们要介绍 有建立这样一个 介绍日本文化的专栏 那么怎么样呢 其实は手はどうか 也是手はどうですか 这个建议表达形式的 简体形式 那么重新总结一下语言 就是说我在想 就是不止 我们要建立一个 不止要进行商品宣传 而且还可以介绍 日本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专栏 可能会比较好 下面 日本の食べ物とか 若者意識とかを 紹介するのも面白いと思うんですか 再次出现と思うんですか 这也是避免 决断的表示形式 とかとか在初期下的 37个许多表示 这个例句 也就是说 我想啊 如果能介绍一下 日本的食物啊 这个年轻人的意识啊 这个事情应该是 比较有意思的 好 接下来我好看 なるほど いいですね では 王さん取材に いってみませんか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说 原来是什么 这次还没有说 いかもせ 而用了いいですね 也就是说 基本听了这么多之后 这个佐藤是比较同意的 では 王さんは 取材にいってみませんか 这个表述形式 大家看 有てみませんか ませんか 刚才我们说 在于问对方一下 那么小王 你去做这个采访 怎么样呢 咦 私がですか 大家注意 其实这是个设计 私が低いんですか 的设计 说 是我吗 咦 日本人でも もちろん そのような記事は書けます 说日本人啊 当然能够写出 这样的文章 でも 中国人の目から 日本を取材した方が 面白い記事になる と思うんです 你看 这个佐藤也是用这样 と思うんです 避免绝对 这个大家在绘画的时候 尤其在工作当中 表述自己的意见 一定要注意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又从中国人的 这种角度 来采访日本的话 可能会写出 非常有意思的 这种报道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比如说 我们看的特别平常 是外国人 就会觉得不太正常 比如说举一个 非常夸张的 其实是小事情 但是日本报道很夸张 他们甚至会拿到电视台上 去讨论 就是我们中国的小孩 穿开单裤 这个事情呢 在我们就是很平常 小孩就是应该是这样 但是日本 他们没有这个习惯 他们就会在电视上 各种去讨论 他们觉得 这是很新奇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 很有意思 这样的一个习惯 好 那么这篇课文 我们就绘画 就说到这里 这里面 我们除了今天的主题 表示建议的表达 一定注意 不要给别人 强加于人的感觉 所以用我们 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这些建议的表达形式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会发现 反复在用 と考えるんですか と思うんですか 这样的表述形式 也就是避免决断的 表述形式 虽然汉语翻译 不一定加上 我想我在考虑是这样 但是作为日语的表述形式 是必不可少的 好 那么小王的回答是 わかりました では まず会社に書いて 上司と相当させてください 好 那么就是说 我明白了 首先让我 这个回到公司 请让我跟我的领导 商量一下 这个其实是 很多在公司工作 同学都能用到这句话 那么这样 这篇文章 我们就说完了 今天做一个总结 在这篇绘画当中 我们除了要掌握说 提建议的表达形式 不要给对方 这个非常强加于人 非常强势的感觉 这样的建议表达形式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做藤根 小王在这个绘画的时候 反复使用的 と考える 或者何々と思うんですか 这样避免 决断的表达形式 虽然我们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不一定要加上说 我想 我认为 我思考 但是日语表达 是不可以省略的 尤其是在这种工作的场合 那么这样绘画 我们就结束了 马上进入生字表2的学习 感谢观看